花林监狱受刑人和慈祭合力艺术创作道皮案作品 正言上人赞叹老师的用心带领同学们的才华 也祝福同学们转凡夫为菩萨 洗涤之后展现全新人生 希望透过这项作品由慈祭之功代为向大众来慕惜慕爱 花林监狱受刑人齐心协力 以两个月的实践完成了道皮案的艺术创作 正言上人赞叹老师的用心 带领同学们的才华 以祝福同学们转凡夫为菩萨 洗涤后展现全新人生 希望说结合上人要弘法立身的这个弘愿 所以特别请他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法器 也就是主统回娘家 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个主统呢 其实就是代表着慈祭主统精神的源起 然后开启了慈祭的四大字业八大法印 然后上面呢有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愿力 所以当这样的爱心汇聚了上人的愿力之后 带着慈祭人的精神 这一艘法船起航 那如何在逆境当中乘风扩浪 难行能行逆流而上 那就是用上人教导我们在行菩萨道上 要六度万行 所以同学非常用心的磕了六支法奖 把菩萨道的六度磕在上面 那当这个法船走向 带着满满的爱心 还有今年上人给大家的祝福 慈悲行善福满门 智慧处世德船家的精神 航向彼岸五大洲之后 那地球仪会开始旋转 代表着浪爱循环生生不息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海浪 也就是提醒我们在修行路上 除了难行能行之外 然后呢 不管遇到任何的风浪 而且这个风浪啊 同学还特别做可以活动 因为每个人遇到的浪境 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所以希望当遇到逆境的时候 是可以找到方法 用毅力跟勇气去克服 而不是被海浪淹没而沉沦 那所以同学在完成这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期许透过这样的一个 竹筒岁月回娘家的一个法器 能够让所有的人心联绽放 然后协同上人弘法立身 到彼岸 作品也搭配作品创作素材 来呈现到彼岸的艺术创作的理念 他们的主题是这样的话 所以我把这个下面 我用白色跟蓝色的沙 布置成就是那个大海 呼应他们做的这些 这上面的这些海浪 乘风破浪的感觉 那再搭配后面这个 这是我们今年的主标 慈悲行善 俯满门 智慧处事 德船家 等于说这个船是航向的 一个很正确的方向 然后我们常常会用竹子来做背景 竹子在台语有讲是德 那这里面我也挂了这些 比如说我们的四大字业 八大脚印 那还有当然你要能够春风破浪 一定要信心毅力勇气 像这些我们都尽失于 我们都把它挂在上面 则剧花令坚毅之工陪伴团队 每年一群正眼上人 推动进化人籍的步骤 到坚毅带动人文 今年以红法立身为目标 来创作出道笔案的艺术创作 希望透过这项作品 由慈激之工带我一向大众 慕心慕爱 记得迥意换说不道